和去年巴塞罗纳士锦赛以及今年的前几战国际跳水系列赛一样 吴敏霞在这次的跳水世界杯赛中只参加了女子双人三米跳板这一个项目 在圆满的拿到了冠军之后 他在今天上午回到了曾经的母校上海东亚跳水俱乐部 重温儿时的回应 任务十点上海游泳馆跳水队的未来之星们正在这里努力训练 吴敏霞的到来瞬间打破了场馆内的宁静 在教练的许可之下小队员们纷纷欢呼雀跃地游到岸边 亲切地和霞姐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了 我都很陌生了 这都是我们上海队的那个心声力量 我知道 去年代 对 你的那个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们知道吗 我觉得看到他们我觉得就跟看到我当时一样吧 98年进入国家队之前吴敏霞一直在这里训练 故地重游 难免心生感慨 小队员们的每次翻腾入水似乎都能勾起她的回忆 而看到熟悉的后背 霞姐也会主动用亲密的小动作来拉近彼此的距离 跟回家一样吧 我觉得也很亲切 也就是说能看到自己队里面那么多小队员 同样就是能够回忆起我小时候在这练的那种感受吧 想起小时候在这个馆里面可能受过伤呀 流过泪呀 然后大家一起聊天时候开心啊那种 一起玩的那种就是说场景的话 我觉得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真的 就是说很多东西都能值得我去回忆 每次回家吴敏霞都会在训练池边住足很久 除了重温儿时的记忆 还会像今天这样抽出点时间提点提点小队员 久经沙场的老将对动作细节方面的领悟 无疑让这些未来之星们胜利废浅 我入水的脚尖膝盖问题 还有起跳的角度位置什么 那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有 自己心中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说偶像 有 先下一次 上海的大部分运动队都已经把基地搬迁到了东方绿洲 但跳水队依然还驻扎在东亚大厦 只是宿舍从当年的六楼搬到了22楼 离队16年 上海跳水队的队员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宿舍也变得更加宽敞明亮 但吴敏霞依然能够轻易地找到让他怀念的少女情怀 就比如这一床床的毛绒玩具 你以前估计也是这样 还好吧 看你玩具也不少啊 在国家队那里有那么多玩具 我现在没了 那说明现在长大了 30岁了 开玩笑 时光匆匆而过 电梯口最显眼的位置如今还挂着吴敏霞 郭晶晶这对梦幻搭档夺冠时的合影 光荣榜上则书写着他的赫赫战绩 对于上海跳水队的小队员来说 吴敏霞不仅是奥运冠军更是他们努力追逐的榜样 一二三 因为我也是这样一点一点起来 我也就说小时候可能并不是很起眼 各方面条件不是很好 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自己有这个梦想 所以才就是一步一步去慢慢实现 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有这个梦想 他们也付出这样的努力的话 也有一天会站上最高领奖台吧 看着橱窗里的奖杯吴敏霞若有所思 如果说姚明代表着上海的高度 刘翔代表着上海的速度 那么吴敏霞代表的就是上海的韧度 李约期待他再次绽放 记者马基义报道